剛下飛機來到法國南部的城市 李斯參加一個品泰的全球試車會 今天是第一次參加的 但不知為何深圳很興奮 因為很久沒試過油車 這部油車是一般的油車 一般的快 很滑 沒錯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Aston Martin的DB12 我現在自身在蒙地卡羅 看著Monaco F1賽 我想起今年成績很好的阿朗素 試這部車特別有意義 現在去聽書 準備試車 稍後再詳細介紹這部車 今天來到法國南部試這部Aston Martin DB12 心情都頗興奮 因為真的很久沒試過Aston Martin的車 我都沒有印象究竟上次試車輛是甚麼 今次這部DB12對於廠商來說 都十分重視 其中一個原因是今年Aston Martin 110周年 其次就是DB車系出現75周年 來到DB12 廠商就說是完全隔身 雖然它的樣子都很像DB11 其實廠商花了很多功夫 看上去像DB11 但其實已經有七八成新的東西放進去 逐一說給大家聽 DB車系對於普遍的大眾車迷來說 是一部GT的跑車 但其實這部DB12已經將DB車系 帶去另一個旅程飛 成為一部Super Tour的東西 先說它的外觀究竟有甚麼改動 第一方面的改動就是 它的特製型軌面罩放大了 車身提升了Loop Up了 配合新的頭燈 擾流 擾流更加Bumber頭順位向前凹了一點 加上這部就加了碳纖擾流 看上去更加Agressive 更加Sporty 其次還有一些很細微的改動 例如頭蓋骨線 車身的腰線 全部都希望可以配合整體 整個很流線的車體 車側也有些改動 例如它換大了一吋LINK 這條新設計的LINK 由之前Standard 20吋 現在變成Standard 21吋 看上去更加霸氣強一點 這部車跟DB11一樣 採用隱藏式手把 不過它這個隱藏式手把也有改變 設計師就說有人投訴 就是那個HANDLE有點爛開 現在它就說輕輕按一按 或者按著車時 手把就會彈出來 對於客戶來說 就是User friendly方面提升了 其次就是側鏡 側鏡也是一個新設計 看上去變小了 而且電子側鏡是整塊一起動的 如果你要轉角度 它不是橫橫橫橫橫橫 是一體式的 小心點 不要撞爛側鏡 我相信也應該挺貴的 另外還有塞位 塞位也輕輕有改變了少許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 當然這個車尾流線背 配合整個車體 感覺是很有味道的 但GT跑車來說 它是帶少許Gran的感覺給你 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就是它換了新的Aston Martin車章 這個車章也是新設計 日後所有車系都會換上新車章 由這部車開始的 其實這部車在5月 剛剛上個月 英國已經全球發佈了這部車 而香港最近都已經開啟了這部車 車價也公佈了368萬 368萬只改得這麼少 不止的 你嫌車外不夠大改動 車廂更多改動 帶大家入車廂看看 進來DB12的車廂 感覺變化都很大 真的跟之前DB11差很遠 第一個跳進來的感覺 跟一般GT跑車不同 就是Aston Martin即是Aston Martin 多一份貴氣 例如周圍都很多真皮 鏡皮 全部都有很漂亮的斜線 包括現在坐著這張Sport Seat 包得我很舒服 承托感很好 很有跑車桶椅的感覺 背部也有很多鏡皮的菱形線條 配搭配 加上整份設計 簡潔得來有高格調的味道 配合冷氣風口位 金屬色件 碳纖色件 整體感覺很有駕駛倉 很有戰鬥格 熱不失貴氣的感覺 我相信是Aston Martin最強行的地方 前面中控台這份車整份升得很高 駕駛視線是有點困難的 很多女士喜歡看到車頭 駕駛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其次就是這份車 中間中控台 由屏幕一直走過來 手枕這位置都頗闊的 頗大塊 這裡是中控設計 下面有無線充電 所有按鈕都不同了 以往是Aston Martin的車是按鍵入波的 這是Aston Martin的車 這次是第一次用麻雀撥片的方法入波 就放在這裏 Start Stop鍵在這裏 兩排有很多不同功能的按鍵 包括頭聲 避震 防滑 相比現在新世代的車 它有很多實體件 另外一件是它的螢幕 螢幕換大了 換了10.25吋的輕觸式屏幕 這也是廠方多次強調 這套Infotainment System 是Aston Martin自己研發的 反應聲稱很快 不過因為這部始終我們這次試車 就是Prototype 未正式量產 這套系統還需要時間更新及更新 不過我唯一挑剔就是 字很細小 如果對於年紀大有老花的朋友來說 可能有少少困難 我不知道最後量產出來 版本更新後是怎樣 但指示全部都是偏小的 廠很強調一件事 雖然現在新世代的車 全部都很Digital 很多介面都要中央控制 但Eston Martin想堅持的一件事 就是它需要很多實體按鈕 而這些按鈕全部都有質感 因為大部份的按鈕 都是一些金屬斜紋的表面 很有質感 連冷氣口這些按鈕 全部都包含金屬 這些就是英國造車的工藝 細節和堅持 這一點我很欣賞 我簡單如這個化妝鏡 即是有多少個化妝鏡 可以做到這麼高級 你看看金屬扣 即是推門掣 這些就是它跟其他一般GT跑車 不同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 其次就是軚環 軚環也是新設計 感覺上初步駕駛的手感很好 撥片也好用的 我前面有一個全新的10.25吋標板 都是Digital的 有很多介面來選擇 有不同畫面 你喜歡轉速標在中間 你喜歡顯示甚麼資訊 都是自己車主選擇 都是新世代車必有的東西 其次還有甚麼配備呢 有B&W音響 當然也是Option 這裡有兩個杯架 下面有一個小櫃桶 可以充電 很細心的 有一個位置可以充電 這部DB12當然是GT跑車的格局 二加二部局 後面的廠也沒甚麼理會 也沒甚麼提及過 盡量不要坐人 坐得坐小朋友算 不過GT車從來都不會顧乘客感受 當然是在於駕駛者的感受 對不對 別說那麼多 我想試車很久 真的很久沒試過Eston Martin的車 巴拉利爾試得多 人們經常說新的Roma 很像Eston Martin 那這部Eston Martin的小喜zier 相対真的是Roma 今天可以試 是Roma還是Eston Martin呢 他較好差嗎 還是Roma較差吧 N dope 我爛改和 probability 這裏的路都偏窄 加上坐上來的駕駛感 設計師也提及了 這車刻意為了營造車廂空間 把司機位置坐低了一點 前面的車廂就升高了 也升得挺高的 其實駕駛視線都完全看不到車頭 在這麼窄的路上 車廂這麼寬 有些心理壓力多次強調 這車的重點是Performance 說了很多次Performance 雖然它使用的東西跟BB11差不多 無論引擎、底盤、波箱 其實跟BB11都是一樣的 但工程師說了很久的說話 我們有很多新的東西 調整了很多東西 引擎是用於Mercedes AMG提供的4.0 V8 Twin Turbo 不過馬力比Db11更高了很多 680匹馬力 扭力達到800Nm 低至2,000多轉便可以釋出 在工程師說引擎方面都做了很多東西 換大了Turbo 增加了壓縮比 以及Cooling System全新的 這個Cooling System比Db11強化了很多 還有其他配合的 當然還有車身的氣流 也有了Cooling效果 看數字是很吸引的 0至100是3.6秒 好像很快 但如果比起同級 其實差不多 比起ROMA、Continero GT 大家都是比起3.4的數字 又不是特別快 而波箱方面 它就用了EZF的8速波箱 為了配合力量大了 也有調整過 底盤方面 也是用了Db11的底盤 不過它也是前面引擎倉位置 車後面 很多部份都用了新的物料或設計 去強化了它的剛性 去配合馬力 告訴Db11的剛性提供了70% 為了提供這部車的穩定性 當然還有很多電子負載的東西 例如後續加了EDIF的電子叉速器 防止其中一個輪圈通轉打滑 其次跟上一代不同 就是換大了1吋輪圈 去到21吋輪圈 還有廠也特別提及這件事 就是它用了一套米芝蓮 特意OEM給它們的一套輪圈 就叫做PILOT SPORT 5S 制動系統方面當然也要配合 前六輪室後四輪室 當然你還可以Option加一套陶瓷碟 但一套陶瓷碟肯定不太貴了 不過它說可以令到車會更輕一點 初步駕駛起來的感覺 剛才也是駕駛一些很窄的城市路 沒有完全測試到 都是繼續使用GT模式 在駕駛模式方面它有五個駕駛模式 分別是Sport,Sport Plus GT即是最普通的 其次是Individual 及Wet 即是給你濕地玩的 全程城市路就用著GT模式 初步的感覺 駕駛挺寧靜 挺舒服的 它的GT模式真是做到Super Tour的感覺 我剛才做乘客 感覺都很舒服的 說到懸掛 懸掛廠也做了很多功夫 去提升它的Ride Quality Super Tour 它避震前用雙搖避 後用多年光 亦加入了Attentive Damping System 即是主動式的電子避震 即是幫你操控時更加好 即是長途時慢慢駕駛 更加舒服 車身尺寸也有少許不同 比上一代比較寬 在這麼窄的路 駕駛又多車 感覺真的很不爽 我已經駕駛了它 你不明白嗎 我要一條很寬的山路 何時有啊 軚感及駕駛的感覺 都頗實在 感覺很紮實 終於是有山路的問題 開個Sport 騰模式試試看 這個Panel 剛才也交代過 它已經轉了 轉模式就是要靠這個旋轉 我覺得方便了 反應快很多 而且你會看到車子很狠想高轉 很好玩啊 一上高轉 駕駛的力量就來了 然後制動系統由各方面的反應配合給你 唯一挑剔就是轉向的感覺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靈活 始終車身真的挺闊的 硬是有少許是轉了 如果駕駛的車子才會有指向 慢一點點 可以再反應快一點 再好一點 好啊 它的加速感給我感覺 它又不是很爆炸性那種 這個不知道是否就是Aston Martin 它不是說沒有力量給你 它那種力量是很柔軟的 你感覺是在二、三次轉 慢慢湧出來的感覺 不是說很低轉就一聲爆出來的那種 雖然說到八百牛頓也不是扭力 來到這條山路真是很過癮 終於來到一段很闊的山路了 發揮到它應該有的水準 那種感覺真是生懶了 指向性速度快的時候好了很多 輪胎的Grip很好 即是你進彎後全部都很有信心 嘩 好咬地呀 你可以說整體的駕駛感覺 跟薩拉里的Roma都頗不一樣 很柔軟的 我會快給你 但是慢慢來 很紳士的感覺 不會很狂野 很鬥躁 那種GT跑車 即是它有GT跑車的操控 那個換味給你 各有各味道的 兩個味道我都喜歡的 是很棒的 我相信比起VV11 已經是升華到另一個級別 如果廠將這部車定位為一個新的里程碑 一個Super的Tour 我覺得它能做到的 駕駛長途不會辛苦 你要砍的時候 它能給你砍的樂趣 平時駕駛上班出入 這輛車沒問題的 也能做到它自己的風格 至於它這個風格你喜不喜歡呢 我又覺得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會不會搜救了一點呢 即是有些東西不需要選擇堅持呢 但是它選擇了堅持 看看你喜不喜歡它這種 駕駛的慢慢來那種味道 我還是那句吧 意大利有意大利的英俊 英國有英國的英俊 英國有的GT和意大利的GT 有兩種味道 我自己覺得 女士駕駛GT 有一種Elegant 有一種Grand 有一種貴氣的味道 而又告訴別人 這輛是能拼得到的車 至於三百多萬貴不貴 買得到這些車 不會說貴的 問題是我買它 還是它 這次試車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LS我們吧 下次有機會再試車 再跟大家見面吧 Bye Bye 明明現在試車收工 有人問回酒店 死都說要下來這個Monaco 誰說 你吧 因為我們現在試車的地方是法國的南部 法國的南部 其實我們很近隔離就是Monaco 有人說這麼好機會 怎樣都要駕駛的車 下來刀一下 Mondecaro Monaco的F1賽道 感受一下F1的氣勢 但全街都是車 我也不知道怎樣感受 我們已經進入海皮了 已經是F1賽道的其中一部份了 但只有一個字 塞字 很多車 全部都是旅遊車 不同車牌的車 周圍也有很多車 我們來塞F1 來到海皮了 正正真的海皮了 外面有很多遊艇 看看看不見到Leclerc 當然看不到 想做甚麼 看看有沒有像Leclerc般英俊的Monaco 不知道 人生打完一個剪刀 但少不便 下次我不會再下來 實在很久了 隧道 這就是F1的隧道 隧道的車是反方向出來的 我們現在正方向上去 這樣也很開心 在F1的水道中 鋪兩下 這樣也很開心 所謂時速成 看不見地下的太狠 是F1的痕跡 這個發覺桿是F1的痕跡 究竟我何時可以離開這裡 失眠了嗎 可以走嗎 你看看 這裡真是車 好可怕 這裏